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家里面的香葱 这一片主要是当初用葱头种了四季葱和我们本地的这种小葱 本地的小葱它是特别耐寒的 气温越低,冬天它会长得越粗壮 当然小葱它的种植方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长时才会好 第一个就是底肥要充足 尤其是蛋铃甲元素的有机肥 这样子有利于它后期的快速的生长 第二个就是冬天我们尽量将它种在阳光特别充足的地方 这样子也是有利于它生长的 小葱它是比较喜寒凉的 当我们当地最高的气温在20度以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它种下去 在我们江西这边是每一年的白鹿的 前后将它种下去 本地的这种小葱是长到清明前后 就要采收,将它的葱头全部挖出来晒干 等到秋天的时候再给它种下去 四季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的 冬天四季葱需要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当我们当地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以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四季葱适当的遮阴 这样子有利于四季葱的生长 小葱种子还是很省心的 我的这一片菜园里面是放了很多的鸡粪 栽种的地方是全日照的光照 所以它的长势特别好 我们可以采取像我一样的就是挑它长得比较粗壮 比较长的这个葱呢先掐 这样子它会源源不断的冒出新的小葱出来 我是喜欢氧化种菜的清浅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 卷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